你来排一下序好不好 行政人事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吗 第一个是活动执行 那你说一下你做过的活动执行 就是那个古典美人摩托大赛 你负责什么工作 就是场内场外 还有场上场下的协调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的化妆老师马瑞老师 他发脾气了 他觉得你们没有安排好 现场的氛围 比如说他的化妆间 不合适或者灯光等等 他生气了 他说我不高兴 我不想上台了 你怎么协调 马老师要不这样吧 您看就是我 咱们以大局为重 我现在给您就是 换您认为合适的化妆间 我现在只要这个化妆间 并且我的化妆间 是不可能有其他人出现的 这是我自己的休息室 化妆间您要这间 行 没问题 比如现在他们都在这儿 小叶在我房间了 对 我不熟 他是一个很小牌的人 在这儿待着就不走 对 就不走 对 哼 对 来 所以你看 你刚才就露怯了 你说你喜欢他 对不对 通常的安排这样的人 对于自己非常了解的 这位明星或者是嘉宾 通常知道他的爱好 比如说他喜欢喝什么咖啡 他喜欢干什么 你去弄点他喜欢的东西 让他先消消气 第二再找他的助理 或者是他的经纪人 来帮忙你去劝书 马上就搞定了 你就没有经验吗 我当时接触的那个策划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 当地的那种 就是小策划 肯定不会三四线城市 怎么可能说跟 一二线城市的这种大咖 大活动去比 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 其实活动之中 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 没有人教 没有人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 告诉你怎么办的时候 你本能的先不怕 然后你本能的 相信我能成 然后才能够 去把这个事办了 这点特质 在年轻孩子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 要珍惜的 所以总而言之 我认为这姑娘 如果她真的走心的话 她能做好 就关键 她是不是很看重 这份工作 好不好 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年后辞职时 公司一直挽留你的动机 你认为是 一是公司认可我的能力 或者认可我 所以想要挽留我 二是因为年后离职的人 确实多 然后应聘的人也多 所以为了维护 就是公司的 就是一些正常的运营 或者是这些技术 她会去挽留你 她总体来说 还是蛮聪明 她其实的整体分析 我觉得基本上 已经比较全面了 这个情商课堂 其实已经有很多选手 你可能是 最让台下嘉宾 很难再补充的 至少我这么看 她其实说得蛮轻 有补充的吗 我也没法补充 她确实说得是 主观跟客观 都说得很好 来 第二轮选择 徐霍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 谈情不伤感情 来 说一下你的职位 《六人游定日旅行》 给你的岗位 是旅游顾问的助理 不是销售 而是用我们的知识 去服务我们的用户 去给他们快乐地规划行程 其实我还挺喜欢她的 因为她就是 之前的生活经历 我还挺有感触的 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玩 然后我做了一份美工的工作 就是能一边玩一边赚钱 自己还很享受 对吧 所以我给你一份 我们的执行助理 因为你没有经验 进来之后还是要继续学习 那么起新是五千加 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 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 是你进入企业之后 是要做 我们一定会给你三个月的 这个时间的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要说出来 就是如果不能够控制情绪的话 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 撑到三个月 所以这个我把说到前头 嗯 明白 来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银朗文化六人游 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银朗文化 谢谢 对 曹总是来走台步的 非常好 对 去给他一个握手 抱一下 谢谢 谢谢 马瑞为什么不抱呢 也抱一个嘛 其实啊 刚才你最后 抱了他又抱了他 你唯独不抱 马瑞走的时候 其实内心看得出来 你其实不是那么随意的人 其实你内心 是有自己的要求和底线的 你把这个东西 带到工作当中去就好了 喜欢一个偶像 喜欢他就是要尊重他 而不是上来就掐呀 抱呀 搂啊 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那天 其实想跟那个 其实你心里想死了要抱 但你克制住了 对 克制情绪 明白吗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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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